嗨大家好我是Wesdy 這邊我要介紹我在Costco帶回來的一個新玩具 是Costco的這個大熊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畫面上面呢 它已經佔據掉畫面一大部分 那這隻熊其實很大 這現在是放在我這個單人床上面 可以看到它已經佔據了幾乎三分之一的單人床 好那我們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它當初在Costco帶回來之前的一個景象 queremos知道一個全面的境界 就是在馬上認為有些改變 ella 驅 paul 像是示範的 那道後我們這個樣子 我們好像不對着 很像是鴨人亞ники 都我們這身是配方的 很像的那個 vue правда 你看就是這樣的 替它這邊は 好 那我們回來我們現在目前這個畫面 那相信大家看到剛才Costco帶來的畫面呢 就覺得這隻熊基本上是很大的 那也很多人買也是蠻搶手的 好 可以看到這隻熊呢 它本身的大小是相當的大 然後這是它的臉部 大家個人覺得它的臉部表情其實做得非常的討喜 那這邊有它的這個嘴巴 其實很可愛 好 然後這是53吋的這個大熊 那這是它的臉部表情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身體 其實它的毛茸茸質感非常的好 那抱起來其實也是很舒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下面 那這邊有它的腳掌 這是熊掌的部分也做得很可愛 好 我們看一下它整體的部分 那這隻大熊 整個 那應該在畫面上面其實要拉很遠 才有辦法整隻把它拍到 好 那這是它的熊頭的部分 OK 好 那 這個 個人覺得這隻熊 應該很多人都會考慮很久 才會想說有沒有辦法把它帶回來 因為這個基本上 放置它需要一定的空間 那坐在沙發上面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 就是 跟一個人一樣 差不多 這樣一個大小 好 那所以說 今天還是說還是把它帶回家 那未來就變成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夥伴 好 那我們之後再看一下 這隻熊 那個人覺得就是很可愛 所以就把它帶回來了 好 那我們就介紹 從Costco帶回來這一個新玩具 Costco的這個熊 好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